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这里是用心做彩蛋视频的杨军 我们又见面啦 今天给大家带来消失的光芒彩蛋系列第三期 这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视频啦 这期主要盘点的是非常良心的资料片 信徒里的彩蛋 信徒的地图有远佐两倍之大 各种新任务新角色新武器 而且这种开着蹦蹦到处逛到处看风景的感觉 真的很赞 更不用说还有人尽皆知的隐藏结局什么的 好啦 飞火都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都有哪些精彩的彩蛋吧 第十二个彩蛋 英迪安娜琼师 在三间树林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神秘的洞穴 这个洞穴似乎有人来过的样子 吊着几根绳子 我们来到最深处可以看到几个上司 从旁边漆黑的小洞进去 超隐皮的很容易错过 走进去之后一直走到底 发现有微弱的火光 靠近一看发现竟然是一具尸骨 我把牛仔帽长鞭和一袋金子 这次在至今经典的电影 夺宝骑兵系列 主角英迪安娜琼师的经典形象 就是头戴牛仔帽 腰挂长鞭的探险家装扮 第十一个彩蛋神秘的按钮 当撒兄弟俩开着火箭列车追逐梦想时 我们可以在桌上找到这个黑客开箱工具 来到地图边的悬崖 可以找到一个红色的军用箱 打开之后是一张以兄弟俩命名的图子 制作出来则是一个神器 名为按钮 每按一次就会被顺移到一个地方 有时候会在农场风车上 有时候则在高压塔上 而有时候则会传送到一个神秘的房间里 其他都不说 这里有个小秘密 就是这名倒地的小伙子 当你把它翻过来 可以看到胸口的logo Tech Land 这是小时的光芒波兰开发商的名称 而旁边这本小册子 则写着新游戏GDD 不知道这是暗示新游戏的名字呢 还是在玩梗 第四个彩蛋 疯狂的麦克斯 在乡村某个工厂厂房里 我们可以找到一间上锁的仓库 打开之后发现是一辆改装过的汽车 各种装甲和坚持 武装到牙齿 副驾驶的限弹枪告诉我们 这极有可能是在至今疯狂的麦克斯 不仅如此后在车底底盘有个红色的小按钮 按了之后后备箱就会打开 除了手枪和子弹 还有疯狂麦克斯世界里最珍贵的汽油 第九个彩蛋 哈利波特 在乡村郊外道路旁有一间淡蓝色的两层房屋 我们走到里面发现有一种讲不出来的诡异和恐怖 在楼梯下面有个小房间 打开门以把扫把映入眼帘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发现乌丝帽 眼镜等物品 这显然是在至今住在楼梯下面的哈利波特 然后这个彩蛋并没有结束 在扫把上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骷髅头 可以互动让其旋转 多次旋转之后就会发生非常恐怖的事情 没错 是一个透明的鬼魂袭击了你 不仅如此哦 整间鬼屋都被封锁住了 门窗紧闭 这时候我们上的二楼 诡异的氛围更加浓烈 当你靠近窗户的时候 窗户就会自动关上 击杀第二个鬼魂 就会自动打开上窗户 让我们逃出去 而这个彩蛋最恐怖诡异的地方 就是二楼用木条封住的这个房间 第八个彩蛋自动巡航紫飞机 我们在一片草地里可以看到一个水塔 上去后可以发现一个旗帜和红色的军用箱子 箱子里是一张折纸基础的图纸 制作之后 没想到真的变成了紫飞机 这个紫飞机不仅非常有趣 而且观赏性极高 伤害也不低哦 还会自动的在你身边巡航 发现上司就直接怼过去 非常的有意思 第七个彩蛋 老无所依 在乡村地图左上角非常偏僻的小山坡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 几辆不同的汽车停在半山坡 面底都是尸体和枪械 似乎发生了什么枪战 然而这并不是什么随意的场景 这是至今07年经典的西部电影《老无所依》 电影一开场就给我描述了这个毒品交易失败的现场 而这个现场 无量车摆放的方式和消光力的几乎一致 到近一点看 也是遍地的冲锋箱和步枪 这个彩蛋和至今也是非常多人忽略的一个 第六个彩蛋 大卫和哥利亚 大卫和哥利亚是圣经中 记载的人物 哥利亚是传说中 著名的巨人拥有无穷的力量 最后被牧童大卫用头石弹弓 打中脑袋身亡 而圣经中的这两位人物 我们可以在东边的一个孤岛上找到他们 大卫确实身手免捷速度很快 而哥利亚身形巨大 但是笨拙缓慢 血倒是挺厚的哦 不过打完这两个小boss 并没有收购到什么好东西 有点可惜哦 有个彩蛋 荒岛余生 就在刚刚上个彩蛋提到的大卫和哥利亚附近的海边 藏有另一个非常经典的彩蛋 我们在海边山上可以看到一艘由空洞和木板组成的船 地上闪落着不少木板 远处还有一些行李 这显然是在至今经典的灾难剧情片 荒岛余生 这个电影是真的好看哦 简直就是快递原版的鲁宾逊漂流机 在游戏里我们在木船上还可以找到一个燃血的足球 这一点也和电影里排球 无意而生如出一则 第四个彩蛋 沙尔达大师剑 这个彩蛋我们第一期就有讲到啦 后来我们来到孤儿院 还是可以见到这个大师剑 不过总感觉这个林克眼神很凶的样子 隔壁房间哼上十字笛的小哥 仍然沉醉于音乐 当我们来到乡村做无线电男孩任务时 也可以找到这把大师剑的玩具版本 不仅如此哦 在一片海滩的水底也能找到这把剑的图子 至此我们就可以自己找大师剑了 这就是关于沙尔达大师剑彩蛋的所有内容 第三个彩蛋 The Room 房间 乡村地图中间有一片小区里面很多上司 当你清空完将其变为安全区后再过去 可以在角落里找到一位手持砍刀 身着橙色外套的老兄 其实这是一名普通的NPC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直到你和他对话 我这是第一次和你见面说的都是啥呀 其实这一大段对话是出自电影房间里的台词 一模一样非常的经典 第二个彩蛋 鸡排 在地图左下角荒郊野外不知道哪里的一片森林中 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奇怪的大坑 对着坑开枪就会逐渐挖下去 最好准备好效应武器哦 别把上司吸引过来 一直开枪一直挖 直到最后发现竟然是一堆毛片 啊不 蝶片 隔壁的坑同样如此 只不过多了一张蓝图 这个蓝图可以合成一个没什么卵用的鸡排 搞不懂消光这种黑色幽默哦 也有可能这背后藏了什么梗或者故事 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个彩蛋 也出现了鸡排哦 第一个彩蛋 UFO 几乎所有的游戏都有UFO外星人彩蛋 消失的光芒也不例外 只不过隐藏的很深 触发的方式非常艰难 这是一间卖披萨的二层小洋房 我们将其解锁为安全区 二楼有几间房间 可以过夜似乎很正常的样子 直到你来到上二楼的楼梯角落这里 抬头看就能发现竟然还有一个小阁楼 阁楼地上有一个神秘的符号 可以放置15颗宝石 而这15颗宝石散落在乡村的各个角落 非常难找起 有的藏在壁画公鸡的眼睛里 有的藏在大人脚下 有的藏在水井里 有的藏在海边石头上 有的这藏在海边渔船的船头 甚至有一些还藏在水塔上 或者布满石头的小河边 不过最难的还是两颗藏在水里的石头 地图边缘的海里 以及大坝瀑布下面 就算你看了攻略也不一定能找起 当我们找起所谓的宝石 逐一放置到符号上 记得哦 一定要晚上才来 晚上才会触发这个彩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精彩的彩蛋效果吧 主角就这样被吸入外星人的飞船 然后迎接他的竟然是 刚刚上个彩蛋提到的鸡排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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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这样主角回来了 飞船开走了 而我们手上多了一把外星人手枪 怎么外星人手枪嘛 被击中的上司会被强制装上火箭喷射器 有短暂的飞行时间 然后都被炸成渣渣 以上就是消光力最难触发的外星人彩蛋 好了以上就是消失的光芒 36个彩蛋所有的内容啦 完结杀花 在寻找彩蛋的过程确实是又艰辛又惊喜 这些经典有趣的彩蛋 让消失的光芒更加的饱满 让杨安君更加确定 这是一款难得的好作品 好了这里是用心做彩蛋视频的杨安君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三连加播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